在澳大利亚北部的一个很漂亮的水域里面 生活着小丑鱼,马林和珊珊夫妇 这个时候,他们正在很兴奋地 看着珊瑚礁洞里面的日斗鱼卫 期待着他们的小BB的诞生 我想给其中一个BB的名字 改名叫做尼莫 珊珊一直跟马林商量 一路就跟他在海葵当中很开心地游来游去 突然之间,有一条凶猛的疏鱼冲了来 用尾巴出力一掃 马林就被激昏了 等马林醒醒的时候,周围一片直症 他抱着僅存的一粒受了伤的鱼卫 马林强忍着悲痛,发誓就说 我这一世绝对不会再给你受到任何的伤害 尼莫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尼莫已经成长成为一个 照气蓬勃的小伙子 但是因为那场灾难 尼莫的预期一边大一边洗 游在水上来,显得有些笨拙 爸爸马林对他总是很担心 就算开学了,仍然坚持每日都要亲自 将尼莫安全地送到学校 而今天,魔鬼鱼老师就要带大家上一节 课外探险课 眼看着尼莫要跟着老师向海底的峭壁游过去 马林就很紧张地大声说 快点回来,那里很危险,你不行 为什么你整天都说我不行 我不喜欢你 尼莫觉得又委屈又生气 在他看来,爸爸就是一个胆小鬼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令到所有的鱼仔都很害怕 尼莫被一名突然之间出现的潜水员 放入网兜里,捉走了 马林心急如焚地去救尼莫 但是一道刺眼的白光又向他闪了过来 是另一个手持着相机的人类挡住他的去路 尼莫 马林他发了颠一样 拼命地在大海里游啊游,追啊追 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他眼白白地看着自己的儿子被带上了人类的船 大船空鸣而去 一个潜水面具从船上跌下水 你有没有见到一只船啊? 他们抢走了我的儿子啊? 马林追到一个热闹的水下通道 看到每一条鱼,他都这么心急地问 终于有一条叫多利的蓝色小鱼 很热心地告诉马林 他刚刚经过了这里 你跟我来啊 马林很激动地游了上去 一个不小心 竟然将多利的鼻子撞到出血 突然之间 大鲨鱼闻到这些血腥味 马上就向着多利和马林 长开了那个血盘大口 马林和多利这两条小鱼 大叫着左舌右舌 突然之间 一声巨响 布露斯撞到鱼鱼 爆炸声一阵接一阵 火光也照亮了海底 而与此同时 惊魂未定的尼莫 发现自己来到了 謝尔曼医生的鱼缸 你好啊 我叫小桃啊 我是普普 我是海田啊 鱼缸里面的小伙伴 爭线勇后地介绍自己 而尼莫就把自己的故事 告诉大家 鱼缸里面的那个大哥 神仙鱼吉哥就说了 放心了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 帮你回去大海的 而这一边 玛琳和多莉 刚刚摆脱了那条大鲨鱼 深海安康又扔上了它们 玛琳勇敢游到安康的头上 死死地拔着一个 懂得发光的小灯笼 謝尔曼识尼 玉拉比路42号 借着灯光 多莉她清楚地 读出了潜水镜上的地址 倒门的安康 在唇多莉的时候 不让他的潜水镜套 very far 玛琳和多莉不知多高兴 趁机快逃走 但接下来 음식尽 微 Hell 有一大群的番车鱼为它们指明方向 沿着东奥大利亚暖流就可以去到识利 一听完,马林就逼不及待地向前游 记住记住,当你们遇到海溝的时候 一定要从中间穿过去 番车鱼很有好地和多利说 但是固执的马林就没有采取番车鱼的建议 它选择从上面游过海溝 结果就遭受到比黑暗更可怕的事情 是一大群的水母 千万不要碰到它们的触手 马林向着墓室的多利就叫 但是多利依然是被水母刺伤了 马林为了救回受伤的多利 带着它好像箭一样这么快 穿过了七万七千只水母 唉,这一场真是一场刺激万分的旅行 马林他根疲力尽地自言自语 亲爱的儿子,你还会不会讨厌爸爸 认为爸爸是一个胆小鬼 终于都穿过了海溝 他们见到了美丽的东奥大利亚暖流 马林,我有没有看错 那个是不是就是暖流 我为什么好像看到了梁晶晶的银河一样 多利他,触着眼睛,难以自信地说 海龟先生就笑着地告诉他们 你们没有看错 啊,东奥大利亚暖流就是海里面的银河 突然之间,一只小海龟又跟了过来 原来他是海龟先生的儿子 听到了海龟先生鼓励小海龟去冒险 马林内心就被触动了 唉,尼莫,我之前对你是不是管得太严呢 就这样,马林寻找尼莫的故事 就伴随着强大的暖流 一传十,十传百 很快就传到了一只名叫大嘴哥的台湖的耳朵里面 而大嘴哥又是吉哥的朋友 他将这个故事讲了给鱼缸里面的朋友知 马林的英勇事迹传遍周围 尼莫听到之后,简直觉得难以置信 哈,这个真是我那个胆小鬼爸爸吗 尼莫他心里面好激动 他落定决心,一定要逃出这个鱼缸 回到大海,和爸爸团聚 这个时候,马林和多利在南瓊的帮助之下 顺利地来到了悉尼港 被南瓊噴出的水流带到高空当中的马林 还扮着真定地说 亲爱的儿子,爸爸来了 而但是很不幸的是 多利和马林刚刚一出现在码头 就被海鸥当成早餐,要吃他们下肚 突然之间,有一个超大的嘴巴 整个铲子一样,铲走他们 啊,我们是不是要死了,马林 多利很大声地叫 事实上,铲走他们的就是大嘴哥 大嘴哥是要带他们 向邪尔曼医生的诊所飞过去 这个时候,在诊所里面 尼莫的逃生计划 都还未开始实施 邪尔曼医生就把它放进袋子 因为医生准备把这条鱼 送给他的小侄女,达拉 要知道达拉是一个粗老任性的女孩 没办法了,尼莫她唯有炸死了 这个时候,吉哥突然跳出了鱼工 直直地落在达拉的头顶上 达拉她吓得手一份 袋子又跌落地,穿了 尼莫立即趁机会跳到下水道 游回大海 达巴马林,她会在哪里呢? 原来,大嘴哥带着她和多利 经过了谢以曼医生的窗口的时候 马林刚好看到尼莫在塑料袋里炸死的样子 她以为尼莫她真的死了 她还很绝望地告别了多利 这个时候,在大海里很伤心很伤心地 慢慢游 咦,这里有个小家伙 和马林你生得一模一样 突然之间,多利兴奋的声 在马林的背后响起 尼莫 尼莫 马林一回头,激动到心脏都快要停止了 没错,她就是尼莫 尼莫她还没死 爸爸,我爱你 你是最勇敢的爸爸 哦,亲爱的儿子 爸爸也很爱你 你是最勇敢的孩子 看着这两父子力尽千辛万苦 终于都可以团聚在一起 海洋里面的所有小伙伴 都为这对大海里面最好的父子 鼓掌,欢呼了